好, 我不知道大家买Hi-Fi 有没有这个原产地情易结 即是说, 如果你看到这个机器 鸡腿这么大的字 在盒子上写的名字是Made in 咦? 他没有说Made in英伦 不过Made in 一个英国国旗 这也是在英国製造 那是不是心理上 觉得开心点、开心点 那我们看看是什么品牌 Syrus Syrus 其实还有很多产品型号 在英国製造 那我们今天实试这一部 这部很有风格的合拼式扩暗机 叫做Syrus 1 小小部而已, 不是这么大部 不是一比一的 我们倒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Hello, 各位大家好, 我是郭仁 欢迎来到Fever 三多金 今天和大家介绍的产品就是Syrus 这部Syrus 1 这部机器 其实大家看到, 我只能放在桌子上 尺寸也是有限的 这个就是深度 我们开出去看看 OK, 哇 这个是一个很标准的Syrus 製造 你看到我一手可以抖起 也不是真的很重 有点重量 看到这个吗? 这个应该是华牛 这个是火牛的位置 成代完全开支我 成果 这个就是前面 两个眼睛 有灯着的 前面是一点, 后面是一条横界 所以其实当你这样放的时候 其实它会有少少摇 它是放得稳的 但你这样抖它 它是会摇 为什么呢? 不知道 这个应该是设计 后面很简单 后面是Binding Post 两边AV Speaker 这样使用 通常都不会 通常都是搏一边 然后有IC 电源插 接着就会有几组的Analog In 其中一组是Phono Stage 这款是唱盘 有唱头放大 一组AV AV Bypass 即是方便朋友玩影音合一 都可以 还有Po Po 用来做什么呢? 可以加一个唇后级 来玩By Am 或者做其他分区影音都可以 顶部是金属壳 这些壳 作为一部英国制造的合併式抗音机 Syrus 所以一向都不可以用尺寸 来猜猜它的声音 这麽小的尺寸 拆出来 其实LINK 都知道 头是非常重 非常大的环牛 整部机 一块线路板加不上 水塘是3300mL 这个6G 因为这部机 是属于Class DM 的放大 所以你看不到 很大型的散热器 以及功率管 但底我开不上 因为整块板起了才能看到 虽然表面是 亮面的Glossy 面的黑色胶 但实际上 后面的机身部份 是金属的 一个盒子摺出来 所以基本上 表面不像Syrus 拆出来的后半部 都是很Syrus 的东西 这个Syrus 1 虽然是Class DM 但是它是一个大 Analog Power Supply的Class DM 与其他近年推出的Class DM 一样 因为Analog Power Supply 而且比较 出来的声音 就没有传统Class DM 出现的问题 例如偏薄 动态不足 声音不足 软软软 没有的了 亦因为它是Class D 又没有传统Class AB 的问题 即是整部机的操作温度 不会很热 亦不会长期使用 或太大音量 逢了凉之后就脚弯 这次配这对抗音机 我用了Q Acoustic 3020 是一对价格相仰的 细书 其实都比较适合Syrus 1 配搭 因为这次的Syrus 1 它出来的声音 和它的操控力 其实不是很夸张 不是说你给一个大座地 给一个15吋低音 它都要推动动 不是那些 它都是一个正正常常 你当是Class AB 这样玩就对了 出来的声音 亦不是说 鞭起了 声场浮出来 可以和你揹上掃墨 不是那些 其实一向都不是Syrus 那个取向 反而要有点质感 要有点见头 听歌仔要投入 它反而就是做到这一件事 亦没有因为它转为Class D 而牺牲了这种声音特性 接着呼吸接触 Roger 35A 不过是65周年的版本 亦都是正正形形, 稳稳阵阵 所以它的推力不是很夸张 但是一般的细书架应该都没问题 细书架, 听音乐, 听歌为主, Very Good 蓝牙方面也有简单试试 但因为它不是最新的蓝牙颜色 所以很难将它和正常的Line-in 相提并论 但也是一个方便的功能 反而我最欣赏的就是AV Bypass 因为有很多时候合并机 现在越来越少机, 有AV Bypass 有AV Bypass 变成一套机, 你想看电影的话 它又可以简单配对 另外它也有唱头放大气 所以有时你买个唱盘 它跟来有一个mm头 你也可以就这样拼下去, 已经完成 其实它也挺做到All-in-One的功能 你一拆出来, 一拼, 立即用得 然后就可以让你轻松听音乐的 英国制造的Dead Amp 就是这么简单 与大家说再见之前, 又要讲讲重要信息 就是未来的2018年6月8日至10日 星期五至星期日 在尖东富豪酒店和帝远酒店 有小弟fifasound.com 网站主办的 第三届香港影音白蓝旗流动音响展 到时会有贴地音响, 精品音响, 特价软件 最新的耳机产品, 世纪家庭应用等等 会有琳琳莫目目不下级的三日战兰 到时见你 我今天和大家说Cyrus Run 这个英国制造合并释放音机 不是太贵的, 7800元左右 的Dead Amp 当然介绍到这里为止 喜欢我的影片, 请给我点赞 还没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订阅 订阅后,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有新片出来, 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下次再和大家介绍一些 英国制造不太贵的音响 这些很难得, 对吧? 好, 就这样再见, Bye By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